真言第八章 在这一章我们一起要思考的问题是 你听得到智慧的声音吗 这一章可以称为是智慧的诗篇 或者是智慧的呼召 第一节 智慧岂不呼叫 聪明岂不发声 它在道旁高处的顶上 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门旁 在城门口 在城门洞 大声说 众人啊 我呼叫你们 我向世人发声 所以我们看到智慧是尽可能的向人发声 它在城门旁 城门口 城门洞 就是最热闹 人最多的地方 它要来向世人发声 它不是只是对少数的人说话 不是只有对基督徒说话 其实它对所有人都发声 第五节说 于蒙人啊 你们要会物灵明 愚昧人啊 你们当心里明白 你们当听因我要说极美的话 我张嘴要论正直的事 我的口要发出真理 我的嘴憎恶恶 我口中的言语都是公义 并无弯曲乖僻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 智慧是努力的在发声 但是为什么很多人都听不到呢 甚至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不知道 智慧在向我们说话 我想呢 我们听不到的原因 是因为被杂音淹没了 在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的杂音 在我们的周围有很多的杂音 所以有时候呢 是我们刻意忽略了 像比如说 我们做牧师的 常常希望能够教导大家 提醒大家 神的话语智慧的这些概念 也常常跟自己的儿子来提醒他们 但是呢 他们会听吗 你们会听吗 常常呢 会被其他的声音所淹没了 或者是被刻意忽略了 觉得又是又来了 又是那一套 所以呢 常常我们听不到智慧的声音 那什么是智慧的声音呢 就是圣灵的声音 圣灵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 常常是微小的声音 智慧的声音也是圣经的话语 所以当我们听到心中微小的良心的声音的时候 或者是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轻忽了 要赶快聆听智慧的声音了 第九节 有聪明的 以为明显 得知识的 以为正直 你们当受我的教训 不受白银 您得知识胜过黄金 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比较 所以最美的不是珍珠 不是红宝石 不是钻石 最美的是智慧 那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于他比较 所以智慧也是我们最喜爱 最值得我们喜爱的 那第九节 他讲到说 有聪明的 以为明显 有知识的 以为正直 所以对那些聪明的 对那些有知识的人呢 其实他们很容易就会听到智慧的声音 好 第十二节 我智慧以灵明为君所 又寻得知识和谋略 所以我们如果是有灵明的 就是有悟性的人呢 就其实呢 就会得智慧居住在我们的里面 有悟性的 就会有智慧住在我们里面 第十三节 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 那骄傲狂妄并恶道 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 所以呢 敬畏耶和华的 就会恨恶 骄傲 狂妄 恶道 以及乖谬的口 十四节 我智慧有谋略和真知识 我乃聪明 我有能力 帝王借我做国位 君王借我定公平 王子和首领 世上一切的审判官 都是借我掌权 爱我的我也爱他 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 丰富尊荣在我 恒久的财 并公义也在我 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总统 为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人来祷告 让他们有智慧 才能够按公平 按审判 按谋略跟知识 来去做决策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的执政掌权 让我们的元首 也都是有智慧的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智慧呢 其实只要是我们有正确的态度 就是爱智慧的态度 恳切寻求智慧的态度 这样子呢 我们就能够得到智慧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 智慧会带来什么样的果实呢 第十九节 我的果实胜过黄金 强如金金 我的粗产超乎高盈 我在公义的道上走 在公平的路中行 是爱我的承受货财 并充满他们的福库 智慧还能够让我们承受货财 充满我们的福库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财富了 接下来很长的一段呢 就是讲到智慧的起源 他二十二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 在太初创造万物之间 就有了我 从亘古 从太初 未有世界以前 我已被立 没有深渊 没有大学的成员 我已生出 大山未曾奠定 小山未有之先 我已生出 约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 并世上的土质 我已生出 他立高天 我在那里 他在渊面的周围 画出圆圈 上始穷仓坚硬 下始渊源稳固 为沧海定出界限 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 立定大地的根基 那时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日日为他所喜爱 常常在他面前踊跃 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 也喜悦住在世人中间 第三十节里面讲到说 我在他那里为公师 就是可以翻译成 工程师 所以创造天地 万有的工程师 就是智慧 所以当初神创造万有的时候 是用智慧来创造的 那我们知道当时呢 就是借着他口中的话语 就是耶稣 借着圣灵 来创造的 第三十二节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因为谨守我道的 便为有福 要听教训 就得智慧 不可弃绝 听从我 日日在我门口仰望 在我门框旁边等候的 那人便为有福 因为寻得我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得罪我的 却害了自己的性命 恨恶我的 都喜爱死亡 寻得智慧的 就寻得生命 也必蒙耶和华的恩惠 让我们切切的来寻求智慧 能够得到生命 丰盛的生命 也能够得到 耶和华的恩惠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 感谢你 因为你的智慧 不断的在我们的心里 在我们的周围发声 甚至非常的大声 主啊 让我们不要轻忽 你的声音 让我们不要让其他的杂音 淹没了你智慧的声音 让我们切切可目寻求你的声音 让我们有悟性 让我们看重你的智慧 让我们远离一切的恶 敬畏耶和华 就能够得到你的智慧 智慧比珍珠更美 一切可喜爱的 都不足于比较 主耶稣 我奉你的名祝福 我们众弟兄姊妹 都要多得智慧 可目智慧 能够施行智慧 活在智慧当中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